中美贸易战的紧张情势真的顿化了吗 以现在的情势来看 可能会比较像是双方在试探彼此的底牌 又或者是两边都在逼对方上谈判桌 只是现在是美国总统川普先掌握了发话权 宣布对中国课征新一波10%的关税 在下个礼拜一开始实施 而他还附带条件不要想跟他川普作对 如果对美国反课税的话 他还将有第三波的关税制裁 但是中国怎么可能乖乖低头 昨天中方的官员开了一整天的会后 就立刻决定提出反制 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课征5%到10%不等的关税 而且也是在下个礼拜一启动 所以问题来了 两边的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做呢 尤其川普早就已经先讲到了 不要反击 否则中国就等着承受第三波的税率 可能吗 外资高盛就表示 还真的有可能会做 按照川普的个性 还有这一年来他的手法 高盛认为 下一波价值2670亿美元的关税 可能已经建在闲上 最快的话 几个礼拜后就会公布出来 而国内机构的原大保华则分析 现在的问题真结点就在于 中国以国家力量支持企业来进行不公平的贸易 如果他们的中国不能提出让人满意 而且具体的改善措施的话 美国恐怕不会停止关税战 而且美国其中选举即将到来 川普上来把贸易战当作是他的政绩 不管是关税又帮美国收了多少税收 还是主打保护美国人的爱国牌 现在来看美国民众还是很吃这一套 因此预期川普不太可能轻易的 就让整件事情在他选举之前落幕 可是再回头从中国昨天立刻反击的动作来分析 看得出来中国根本没有在怕 别以为中国现在不吭声就把他当病猫 中方手上可是握有很多筹码 最直接的当然就是关税回击 虽然昨天只有小小刻了美国600亿的商品 但是后续如果真的要打起来 美国也有很多东西是销往中国 到时候一个一个相信都会跑不掉 再者就是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美国债券的部分 美国发了很多的国债谁接走了 当然是中国才有这么大的能力 能够接住美国的国债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 相对的这也成了中国手上的武器 你川普在啰嗦很有可能就把你们美债给统统卖掉 让你们的金融市场大震荡 而不要以为现在就只是猜测而已 根据现在最新的数据显示 中国似乎已经开始行动 7月持有美债的总额居然一路往下降 目前已经降到了1.17兆美元 创下6个月以来的新低 同时别忘了还有苹果这张王牌 这也是昨天我们台湾瓶盖股全面倒地的主要原因 因为大家都害怕中国最后会出狠招 直接冲着设备材料商下令 不准把原料卖给美国制造商 又或者是苹果在中国组装好的手机产品 要烧出去可以通通都要加关税 最后对于美国来说根本讨不到便宜 那么两只大象打架到底会冲击台湾哪一些曲怪 现在有很多的官员都出来喊话不用太过担心 短期其实会有转单效应 像是今天的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也出面发言 美国厂商并不笨 自然会去找比较便宜的地方来进货 而台湾当然就有望因此而获得额外的订单 只是比较要注意的是 台湾也老是在美国的观察名单当中 因为我们和中国一样被川普诟病贸易顺差太大 上限是200亿美元 但我们对美国的初超已经达到了170亿美元 而如果后续转单的效应来了 出口势必增加上来 到时候或不会反而被美国盯上 是大家现在就应该未雨绸缪的地方 至于在产业方面的话 经济部有列出可能受到伤害比较大 或是比较没有影响的部分 我们以并带大家来通盘扫描 包括了钢铁 汽车零件 变压器 以及光学产品等10个产业 将会有转单效应 因为这些行业在台湾生产制造居多 比较不会干涉到中国布局的部分 所以相对的 如果间接或是直接在中国设厂的 像是网通厂 中低阶四行车和工具机等等 就会比较有容易受到影响